诶 小黄鸭 你今天怎么想起玩红夫人啊 嘿嘿 前几天看你玩感觉挺有意思的 今天我也要来试一把 导演 玩红夫人的秘诀是什么 我最近也在练啊 我觉得镜子的位置很重要 要利用镜子和本体把求生者包围起来 这样才能让求生者无路可走 好啦 游戏开始了 你先感受一下 好 这把出生在女神像我先往这边看看 马上就有耳鸣了 看看第一个遇到的是谁 看到脚印了 过去看看是谁 诶 调酒师啊 好 今天就先拿你开刀 你注意一下 他刚才已经调酒了 一会儿利用镜像打残之后呢 就要找机会闪现击到他 不然这个游戏就走远了 我尽力吧 诶 我才踩两块板子他就跑这么远了 不行 出来吧 魔镜 哎呀 你这个镜子有点浪费了 距离拉得太远 很难打中他的 没办法 打不中我就当成一个位移来用 哎 这个家伙怎么边跑边放板子呀 我不管了 你放我就踩 怎么这么多板子啊 累死我了 这个人怎么又跑这么远了 我再拿一个镜子 嗯 怎么说呢 你这个镜子没有把它包围住 作用呢 是不大的 我看他跑那么远 想拉近一点距离嘛 没事没事 慢慢来 这边还有机会的 我就不信了 我今天就死追你这个皮皮怪了 终于打中他一刀了 接下来就可以闪现带走了 小鸭加油 我闪现了 我已经 空了 哎呀 这刀空了就麻烦了 我再拿一个镜子 哎呀 我手滑了 直接把镜子放在自己面前了 这个调酒是越拉越远 感觉这一把已经输了 啊 我不想完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好好休息一下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我先看一下 先过去干扰一下电机 现在还剩下三台电机 实际上呢 只有一台多了 先看这台是谁 小佣兵 别羞了 走开走开 导演 现在追佣兵会不会不太划算啊 现在不是要打他 而是要把他往别的地方赶 到了游戏的中后期 抓不抓的到人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能不能干扰他们的电机 你看 这个佣兵已经被我们赶到这边这台人黄机了 导演 要打那个调酒是吗 现在调酒是已经有第二瓶酒了 抓他不划算 嗯 筛一声吧 直接给刀 然后在他面前拉一个镜子 这样就把它包围起来了 看好角度 直接一刀 镜子要放在求生者的前面 我学会了 好像还有人在偷电机啊 还是这个调酒是 先把这个医生牵过来挂这边 这样也方便守这台电机 现在电机是最重要的 导演 你看他还在修 哼 那就给他个教训 我让你修电机 我让你欺负小皇家 把医生挂上椅子 诶 他还借了个大井盖 没事没事 打掉就好了 为什么不等祭司过来再给一刀啊 不浪费那个时间 杀这个调酒是不香吗 像这种地形的镜子 就要放在板子的前面一点点 这样子呢 他的走位的空间就会小好很多 我让你喝酒溜小皇家 哇 我心情舒服多了 这把感觉还有机会翻盘的 刚刚电机亮了 现在又耳鸣 肯定是傭兵要来救人了 先回去守试 感觉医生压不到半了 直接给一刀 傭兵带博命 那就先把医生打了 然后再回去把傭兵的被动打出来 诶 那你不怕医生跑远了吗 不怕 只要知道他跑的方向 就一定可以找得到他的 这傭兵又交了一个护轴 不过这个位置肯定是要吃刀的 搞定 这波救人打了个双刀 祭司一个人也吸不了那么多台电机的 调酒师叫自愈跑了 没事 不用管他 先过去把医生挂回椅子 不然自愈起来跑了就更麻烦 应该在这边 你看 这不就找到他了吗 20秒 跑不了多远的 那现在把医生挂上椅子之后要怎么办呢 你看现在场上的局势 傭兵倒在地上 祭司刚起来才电机 调酒师半血应该是找人摸了 那么有可能是祭司来救人 要么就直接放弃了 调酒师满血了 看他们是放弃了 拉个镜子 看看那边电机有没有人 好 那边没有人 调酒师又来了 还故意蹲下 他在挑衅我们 大不了我们就打死他好了 傭兵起来了 感觉是祭司摸起来的呀 现在最后一台电机在我们旁边 我们应该适当追一下这个调酒师 不过不能追太远 追一会儿就要看一下电机 好了 没人凶 这个洞打得可以啊 直接穿到这边来了 傭兵满血了 那就说明刚刚是祭司把傭兵摸起来的咯 对了 导演 你刚刚说镜子要放在板子前面 那如果放在后面会怎么样 我放给你看看啊 你看 现在的镜子呢 就是在板子的后面 只要求生者站在板子和镜子中间 我们就打不到他 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呢 直接切换过去就好了嘛 这样不就变成了镜子在板子前面了嘛 这个地方给调酒师一刀 再看一下电机 电机再摇晃 直接切换传送 傭兵跟祭司都在这里 看他们这个表现 应该是已经压好电机了 那没办法 这个时候刚刚传送 也不好拖CD了 哇 这个大心脏跑得是真的快啊 完了 我感觉这把应该是平局了 尽力就好了 这个游戏都是靠队友失误来赢的 像这个祭司翻这个板子就得死 直接挂上椅子 刚刚看傭兵的方向 有可能是去开小门 拉个镜子过去看看 不知道有没有人啊 传过去看看 完了 没耳鸣 不一定的 继续回去守诗 大不了就是平局了 现在这个时间门应该已经开了 又有耳鸣了 他们来救人了 应该是傭兵来了 调酒师直接走了 没机会报仇了 这把说不定能三杀 他跑了也是输 这刀直接打 这个傭兵很果断啊 这个位置可以拉个镜子 这刀是必中的 我好像看到他放香水了 导演你看他回数了 那也没关系 反正小门也没开 他肯定要往大门去的 你看这波镜子就很关键了 只要这刀打中了 这个傭兵就绝对走不了 哎 完了 这个镜子好像放错了 不过这个傭兵也没上楼 那就是互相失误 已是友好了 还想等紧盖 你再搞笑吧你 好了 这个傭兵跑不了了 直接给一刀就完了 三杀结束 这把还是运气好 这样都搬回来了 导演厉害啊 又给我教学了一波 可惜那个调酒师跑了 嘿嘿 你看赛后台在说队友呢 看到他们这样就已经赢了 但是这个红夫人还是不适合我 哎 我们十年后再见吧